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弟兄姊妹 早晨 真的很久沒見了 我也想說說我自己的近況 不知道各位弟兄姊妹 知不知道 2月26日 即是上個禮拜三是甚麼日子呢 上個禮拜三是御虎期的第一日 御虎期一共有四十天 我們在這段時間紀念主耶穌基督為我們受苦 在第一天 即是剛才說的2月26日 就叫聖灰日 當天我就立了願 希望藉著我平時生活入面 去減少自己的一些依賴 或者可能有些人覺得是一些不好的習慣 好讓自己去感受到 自從信了耶穌之後 原來是有那種自由 可以不做某些事 那我就決定了不做兩件事 就是招了我很喜歡喝的咖啡和奶茶 那我又提醒我太太 喂 你不如都立願吧 那她就想了一段時間 接著我就提議她 不如你立願每一天 都能夠在家裡找一件東西出來 可以捐給救世君 那件事情就這樣成就了 到今時今日我都沒喝過一杯咖啡 沒喝過一杯奶茶 而我太太每天都抽到一件 很珍貴的東西 能夠去捐獻給這個救世君 所以希望大兄姐妹都一樣 雖然可能有些已經開始了 有些可能都未開始 都可以嘗試去想想 有些什麼可以去立願 去減少自己一些不好的東西 我有一點點提議 譬如我見到很多時候 在地鐵的人都拿過手機出來 很忙的 我可以立願 譬如我在地鐵裡面 我不看手機 或者我去零修 這些是一些簡單的例子 可能大兄姐妹都會想到的 好了 我們回到今日的訊息時間 今天的主題就是 現在有一個人 就這樣看那個題目 真的不知道為什麼 但不要緊 我們去到後面 你們就知道 那個題目是很有意思的 我們開始這個訊息之前 我們首先讀個經文 經文就是約翰福音三章一至十節 我們一起讀吧 是新日本 第一節 有一個法利賽人 名叫尼哥德毛 是猶太人的官長 他夜間來到耶穌那裡對他說 拉比 我們知道你是從神那裡來的教師 因為如果沒有神同在 你所行的這些神跡 就沒有人能行 耶穌回答 我實實在在告訴你 人若不重生 就不能見神的覺 耶哥德毛說 人老了怎能重生呢 難道他能再盡無福生出來嗎 耶穌回答 我實實在在告訴你 人若不是從水和聖靈生的 就不能進神的覺 從肉身生的就是肉身 從聖靈生的就是靈 你不要因為我對你說 你們必須重生而感到稀奇 風隨意而吹 你聽見他的響聲 卻不知道他從那裡來 往那裡去 凡從聖靈生的也是這樣 尼哥德毛說 怎能有這些善呢 耶穌說 你是以色列人的教師 還不明白這是嗎 我們開始這個信息之前 我們有個簡單的祈禱 好嗎 我們一起祈禱吧 親愛的天父 我們去感謝你 給我們這段的時間 讓我們可以一起分享你的信息 今天我們藉著尼哥德毛這個故事 去更深地去認識他 去了解他的內心的掙扎 去再次思考信仰 和你的慈愛 你的恩典 求主在這段時間內 親自帶領你的兒女 我們這樣恭敬地討告 奉主耶穌基督的命求 Amen 我們首先進入忍言 我們要看經文的主要訊息 我們在這十字的經文中 我們看到有重生這兩個字 出現了三次 重生這個希臘文 Amen 可以亦作為重上而生 所以當耶穌說 人要進入神的國 這個人就一定要重生 或者是重上而生 經文的主要訊息就是 重生就是百分之一百的被動 沒有步驟 沒有辦法 沒有怎樣 英文 沒有How to 由頭到尾 耶穌都沒有教尼哥德姆 去怎樣做 好讓他得著重生 他就說到重生只是一件事實 人必須重生才可進神的國 其實耶穌用出生這個比喻是非常貼切的 你可以想像到寶寶出生的時候 他基本上幫不到自己 可能唯一可以做到的就是大聲哭 我們覺得他正常 同樣重生都是被動的 重生是神完全的主權 人做什麼的功德 什麼的好行為都沒有用 這個是從上而來的神跡 是恩典來的 人是沒有步驟 沒有方案 沒有怎樣做的 這個是百分百神自主的決定 百分百是神的工作 我們只能夠百分百去領受 現在我們進入A部分 我們要認識一個人 我們看第一節 第一節這樣說 有一個法利賽人名叫尼哥德姆 我們要認識尼哥德姆 我們可以從三方面去了解他 最容易的是第一方面 就是他的名字 他的名字叫尼哥德姆 是一個譯音來的 英文叫Nicoderas Nicoderas這個希臘的名字 分開兩部分 一部分叫Nickel 另一部分叫Deeras Nickel Nickel的意思即是勝利 所以導演節目可能也認識 有一個牌子叫Nike Nickel是由Nickel那邊過來的 他的意思即是勝利 Deeras的意思即是人民 所以當這兩個字擺在一起 尼哥德姆的意思 即是說 他是人民中的勝利 所以當地人叫尼哥德姆 就好像我們 我們怎樣叫 我們就會叫得勝哥 就是這個意思 德勝哥 這位德勝哥的身份是怎樣的呢 這就是我們第二方面去看 尼哥德姆 Nickel Deras 是一個法利賽人 大家都知道法利賽人是 舊約律法的專家 他們不但遵守律法 還非常講究去進行 猶太拉比一切的口術傳統 尼哥德姆 不但是猶太人 他還是頂級那隻 為甚麼 我們看看今天的經文就知道了 我們看第一節尾 第一節尾稱呼他是 猶太人的官長 他的意思即是 他是猶太人公議會 公議會可能不是很名 公議會即是 現今我們的高等法院 或者最高法院 當中七十位專貴成員之一 所以可以想像他是 律法專家中的專家 再看第十節尾 第十節尾 耶穌怎樣說他呢 他說耶穌說 你是以色列人的教師 所有法利賽人都是教師 但是耶穌稱他為 以色列人的教師的意思 即是說他是最傑出的 即是說他是教師中的教師 總的來說 他是舊約專家中的專家 教師中的教師 所以不難想像 德勝哥 尼哥德務 是擁有聰明 智慧 才幹 他是一個精英中的精英 但是第三點字最重要 就是耶穌怎樣看他 他是法利賽人 耶穌怎樣看法利賽人 耶穌知道法利賽人的心 完全是偏離了律法 或者這樣說 完全偏離了摩西的律法 他們讓整個生命去奉獻了一些很繁瑣的所謂口術傳統 耶穌不喜歡他們 他們外表敬虔 但他的生命卻一步走向地獄 最慘的是什麼 他們又是教師 所以他也帶領其他人同樣的走向地獄 而尼哥德務就是其中一個表表者 是一個典型的偽君子 再看 再看耶穌怎樣看 這次我們可以深入一點去看 我們看第一節 第一節說 有一個法利賽人 原來這句的原文裡面 有一個字是沒有翻譯出來的 這個字就叫做dare dare的意思即是現在 now 其實很多的英文、譯本 譬如ESV、NABS 都有這個now這個字 這是一個連接詞 他將第三章一節連到第二章尾 所以當我們將這兩個字連結起來的時候 會是一個完整的故事 這個故事是怎樣呢 我告訴你 第二章的尾二十三節這樣說 當耶穌在耶路撒冷過如月節的時候 很多人都看到他所行的神跡 就相信了他 在二十四節 耶穌就不相信他們 因為他知道人的內心 接著就去到現在我們今天的第三章第一節 他那裡這樣說 現在有一個人 這個就是今天我們講到的題目 他是一個法律賽人 他名叫尼哥德姆 我們的德聖江 這個意思是什麼呢 這個意思就是說 尼哥德姆就是第二章尾那班人當中的其中一個 然後我們真正的進入第三章 然後我們去到B 罪人的憂慮 為什麼尼哥德姆 這麼有勇氣去找耶穌呢 尼哥德姆其實知道自己是一個偽君子 他自己的外表敬虔 但是內心呢 充滿那種的憂慮 我想像他常常都會問自己 我已經站在人生信仰的頂峰那裡 我縱然心裡面有憂慮 我可以找誰幫我 但是當他經過耶路撒冷見到耶穌 之後就知道這位耶穌就是他的出路 因為耶穌不是一個很普通的老師 耶穌的層次高過我很多 所以你看經文的第二節 他就去找耶穌 他這樣說 拉比 我知道你從神那裡來的教師 因為如果沒有神同在 你所行的這些神職 就沒有人能行 講完這句 耶穌知道人的內心 現在面前這位的偽君子 他知道他講的是一個真心的說話 所以耶穌很有意思 他完全沒有轉彎回國 單刀直入 就這樣回應他 離歌得沒有內心的憂慮 所以第三節他這樣回應 我實實在在告訴你 人若不從生 就不能見神的覺 實實在在的意思就是 跟著講的東西很重要 是吧 再講多次 所以是吧 人若不從生 就不能進 就不能見神的覺 這個正正 就是離歌得無的憂慮 就是他完全把握不到 怎樣可以進到神的覺 所以他在第四節連續回應 他說 人老了 怎能從生 難到他 能再盡無福生出來 媽 我不知道你 見到他回應有什麼感覺 表面看起來 離歌得無的反應 好像有些諷刺 好像在欺笑耶穌 是嗎 如果你這樣想 那就完全錯了 相反 因為他知道耶穌 剛剛正正正正的回應他的憂慮 所以跟著我舉例 他沒有說這些 他說 他沒有這樣對耶穌說 耶穌為何你和我講 重生 耶穌為何你和我說神的覺 他完全沒有這樣回應 反而他還想搞清楚 所以他繼續找耶穌這個重生的話題 他就說了 人老了 怎能重生呢 這是他的關注 這就是尼哥德武 我們那位德聖哥 他是一個罪人 他的憂慮 我們進入詩的部分 耶穌的提醒 耶穌就真是耶穌 他真是很厲害 他就從剛才尼哥德武 說那句帶有諷刺欺笑的回應當中 他找到 他找到尼哥德武有兩個不明白的地方 所以耶穌就提醒他 尼哥德武第一個不明白的就是在第四節 事實上這兩個不明白都在第四節出現 他說人老了 怎能重生呢 中間的枕能 英文 how 之前都說過 是被動的 根本沒有任何步驟方法可以做 是沒有 how to 沒有枕能的 在這裡 我們嘗試去了解一下尼哥德武的內心 對他來說 一生跟隨猶太教的傳統 做好每一部分 甚至每一個細節 今天攀到信仰裡面的巔峰 然後才知道原來神覺 還是那麼遠 他內心那種的憂慮 你們可以想像到 而面前耶穌彷彿對他說 要進神覺就首先要重生 而重生不是你自己控制的 而至於重生送給誰呢 那就是上帝的旨意 其實我們都搞不清楚究竟尼哥德武真的不明白 還是他不想明白 但無論如何 耶穌再舉多一個比喻 就在第八節 他說 風隨意而吹 你聽見他的響聲 卻不知到他從那裡來往那裡去 意思是我們控制不到大自然的風 因為他說 風是隨意而吹 現今的科技 最多都是預測或估計風向是怎樣的 完全控制不到的 其實都簡單 當風來的時候 天文台就掛風球 當風大一點的時候 我們要停課停工停市 至於坊間的理事力場 只是讓我們在平淡打風的日子裡 搞搞笑 而尼哥德武第二個不明白 又看回第四節 他說人老了 再進無福生出來 這個 這個就是顯示到尼哥德武 關注育生的重生 所以耶穌就用了第五和第六節去解釋 第五和第六節說什麼呢 第五節 我實實在在告訴你 人若不是從水和聖靈生的 就不能進神的覺 第六節 從育生生的就是育生 從靈生的就是靈 意思就是說 重生是指 從靈類重生 不是從育體 不是人的工作 是神的工作 是神職 接著我們進入D 弟兄姊妹 你還明白嗎 如果你也是不明白 你漸漸已經有了尼哥德武的水分 因為他都說他不明白 所以他在第九節這樣說 怎能有這事呢 但是耶穌沒有放過尼哥德武 他認為他要明白 所以在第十節 就這樣正面去指責他 第十節我們來看看 你是以色列人的教師 還不明白這事嗎 我相信從前都沒有人敢說尼哥德武 這樣罵 簡直一生難忘 弟兄姊妹 你猜一下尼哥德武 我們那位德聖哥 有什麼反應 最精彩的是經文武 我們可以猜一下 你猜他會回家嗎 會不會回家陪著 當然不會 尼哥德武的性格 怎麼會躲起來 我猜他會回家 他會重溫一下聖經 對不對 所以我們不如 又用幾分鐘的時間 去重溫一下聖經 對照一下耶穌所說的 第五、第六節裡面的經文 究竟舊約有沒有 我們看第五節 耶穌這樣說的 人若不是從水和聖靈生的 就不能進神的國 這一句 當中耶穌提到有兩個重點 一個重點是水和聖靈 第二個重點是進神的國 尼哥德武聯想到什麼 可能就是我們今天找到的 就是這個 以西結書第36章 因為這段經文描述 神如何拯救以色列人 當中有四節 顯示到神是主導整個的拯救 神是這樣說的 第25節 我必用潔淨的水灑在你們身上 你們就潔淨了 我必潔淨你們一切的污蔚 使你們遠離所有可憎的象 第26節 我必把身心刺給你們 把身靈放在你們裏面 我必從你們的肉體 中除去石心 把肉心刺給你們 第27節 我必把我的靈放在你們裏面 第28節 你們要作我的子民 我要作你們的神 大凱弟兄姊妹都留意到 神有五個 有五個我必 大凱的意思就是 神必定以水去結淨 以聖靈去更生 這個就是神主導的重生 這個就是 舊約中提及到水和聖靈 而第28節 你要作我的子民 我要作你的神 那裏就是 你們要進神的國 神拯救的工作已經清清楚了 寫在舊約裏面 尼哥德武 為何會沒有留意到 去到耶穌的第六節 耶穌這樣說 從肉身生的就是肉身 從靈生的就是靈 舊約裏面有沒有提到 從肉身生的就是肉身 它的意思即是 肉身因為罪的關係 以至可以生到肉身 而生不到靈 舊約提到 肉身與罪的關係 有很多時間關係 我們舉三個地方 約百記 約百記 約百記是怎樣說 約百記是怎樣說 誰能使潔淨 出於污衛 沒有人有此本事 詩篇大衛這樣說 漢娜 我是從罪孽女生的 我母親在罪中懷了我 耶利米書這樣說 人心被萬物都詭詐 無法醫治誰能釋透 這就是罪導致人的完全墮落 總的來說 就好像一個死人 他幫不到自己 同樣一個屬靈上死了的人 都幫不到自己 只有靠神 因為神是個靈 你認為尼哥德武 記得這些經文嗎 我相信 我相信 那一刻 他的內心一定不好受 我想這種不好受 不是單單因為他被指責 而是他一生當中 沒有遇過這個絕境 他一生找耶穌 因為他想知道做些什麼 但耶穌就跟他說什麼都不用做 因為誰能夠入神的國 全部是神的主權 第十節之後 尼哥德武 暫時就消失了 跟著怎樣 跟著怎樣 跟著就去到後轉 後轉的意思就是我要離開第三章 尼哥德武在第七章再次出現 事隔兩年 當時的法利賽人想逮捕耶穌 他們說 官長或法利賽人中間有誰是信他的 而尼哥德武 當時應該還在公議會當官長 他對這班人說 如果不先聽取人的口供 查明他所作的事 我們的律法怎能把他定罪呢 他講完這句之後 其他的法利賽人就轉眼看著這位德聖哥 我們的德聖哥 就用欺奉的口吻跟他說 你從這個加利利出來的嗎 你去考察一下 你就知道了 才知道不會在加利利出來的 這班的法利賽人 開始用欺奉的口吻 去對著這位德高望重的官長 和他們結出的教師 但是我們看到 尼哥德武 在第七章裏 又再勇敢多一步 當所有人想害耶穌的時候 他嘗試運用律法去保護耶穌 然後再過多一年 就到第十九章 尼哥德武又出現 那時候耶穌已經死了 這次他的舉動比之前更加勇敢 經文怎麼記載呢 那天也是晚上 他帶著沉重的香料 和另一位的門徒 帶著耶穌的身體 他親手的去清潔耶穌的身體 親手的抹上香料 親手的去裹上世麻布 相信當時的尼哥德武 還記得 還記得耶穌跟他講 最後的一句說話 你是以色田人的教師 還不明白者是嗎 然後呢 然後聖經 聖經就沒有再記載了 但是這樣 但是我們可以參考 傳統的文獻裡面有記載 我相信 弟兄姊妹都有興趣再聽下去 我們再講多一點點 這件事情之後 尼哥德武被人趕出公議會 被褫奪了教師的地位 被充公了所有財產 被放逐出耶路撒冷 最後 因為他信仰基督而殉道 終生 他都失去一切 但是 他恩著 得著這個重生 能夠進入神的國 他在永恆的 來世的當中 得著所有 第八節 去回第三章第八節 風隨意而吹 你聽見他的響聲 風 比喻聖靈 我們是看不到的 我們是看不到風 又看不到聖靈 但我們卻可以看見人 因聖靈而重生 可以活出生命的改變 這個就是響聲 風隨意而吹 你聽見他的響聲 這個就是尼哥特務 我們的德聖哥 故事 我們來個總結 從耶路撒冷過如熱節開始 從此 很多人都見過耶穌的神跡 很多人都信了他的名 但是 現在 有一個人 他勇敢的踏出一步 從此 這個人的生命不再一樣 因為 神知道他的憂慮 被他提醒 被他指責 可能也是鼓勵 最終被他重生 可以進入神的角 現在有一個人 這個人是誰 尼哥特務 還是自己 還是你認識的人 只要能夠勇敢的踏出一步 我深信 生命是會改變的 我們真的什麼都做不到 當然不是 記得耶穌 在之後的第六章 曾經這樣說過 凡是父癡給我的人 必到我這裏來 到我這裏來的 我決不凋棄他 耶穌已經離開這個世界了 我們怎麼去找他 其實 弟兄姊妹都應該會知道 我們 和神的距離 只隔一個祈禱 我們再說 我們和神的距離 只隔一個祈禱 所以我們可以很誠懇地去祈禱 就好像聖殿外面那位歲利 不知道弟兄姊妹記不記得 他怎麼祈禱 他說 神啊 可憐我這個罪人 我們可以為自己 為其他人 這樣去祈禱 好 弟兄姊妹 這個就是今天 訊息的全部內容 希望能夠幫到你 我們一起祈禱 天父 今天多謝你給我們一個非常精彩的故事 因為當中所包含的真理 比在世上任何的事情都重要 這個是世界上最寶貴的真理 因為它關乎重生 它關乎生與死 現在我們知道 重生是蒙里的簡選 不是我們有多聰明 多有才智 多有德行 你簡選我們 純粹出著你的主權 最重要的 是出著你的憐憫 和你的愛 我們生命入面 能夠可以這樣白白的 得著這個最寶貴的禮物 是上帝你所賜的 沒有人可以奪走 所以 所以我們 一定要再次獻上 無限最真摯的感謝 在這裏 我們又想為那些 好像離歌得舞的人去祈禱 他們可能都很敬虔 很有德行 有好行為 但內心卻充滿憂慮 和擔心 因為他們不知道將來會去哪裏 去憐憫他們 拯救他們 天父 他們就好像我們一樣 只是一班無知的罪人 求你 像他們的新生命 就好像 像給我們新生命一樣 求你結淨他們 就好像結淨我們一樣 重生他們就好像 重生我們一樣 因為我們知道 你是那位掌權 天父 多謝你給我們以上敬拜你的時間 我們恭敬的討告 奉主耶穌基督的命求 阿門